尊敬的戰友們好 八月八二號 我這是今天上午就一直開會 開會開會開會就吃午飯 然後下午繼續開會 結果菲菲發信息說你沒有發小視頻 我說我昨天直播了呀 他說你今天沒發呀 他說前天你也沒發 前天我去給激發人去考察工作去了好不好 但是還是戰友們太多關心了 偷懶偷不成啊 那麼最近啊 我覺得國內對曾家 對曾慶紅的兒媳婦 蔣梅 戴永閣 在英國聽說要把他遣返 然後中紀委找了很多人 聽說郭廣昌 復興的郭廣昌 上海幫 原來郭廣昌啊 在他的案子當中的時候 當時有很多很多人給他出入意 他當時就是上海陳雲耿 郭廣昌 韓正 江智誠幫他 然後他原來走在上海都檢察院的那個檢察院的那幫孫子啊 還有那幫吸毒黨 吸毒的那幫人幫他 所以呢郭廣昌示弱 買通中紀委 搞定上海公檢法 逃過了那個劫難 但是現在他會比馬雲還慘 要不要把他直接給整回去 復旦幫要全面墮落 復旦幫全部幹掉 然後我覺得對曾家呢 對曾本人不動手 但對曾維啊 曾的孫子啊 孫女啊 蔣梅啊 我覺得老代啊 都會動手 現在所以說現在整個的共產黨說打美國不敢打 打臺灣不敢打 打內部人 那狠著了 敢打 另外一個我覺得非常誇張的 現在我覺得在香港啊 大量的動作 在香港他們查出來 過去都是天案聽說 而且中紀委內部抓了很多人 聽說對孟建柱的整個孟建柱幫 孫力軍幫 全面要開始清剿 但是他清剿不了 王小洪他動不了他們 王小洪想動孟建柱那是不可能的 他的那個那個力量太小了 嚴格講 就像孫力軍原來說王小洪似的 他說王小洪最多當一個地方的縣局局長 這孫力軍看不起王小洪 那孟建柱就更看不起了 然後呢 這個 當時孟建柱對王小洪說什麽 沒黨性 就是 沒組織劇律 沒有這個 空間 沒有這個政法經驗 還有一個是沒有什麽 幾個沒有 所以說當時孟 孫力軍看不起他的 他搞不定他們 但是我覺得那麽好啊 他這個王小洪 搞那麽多 那麽好 他被人給搞了 那你看這戲會很大 所以說最近他查的這些案子當中啊 包括香港他一深入 那他就進入危險區了 香港是孟家 孫力軍啊 嚴格講是曾家和沙海幫的利益集團 啊 那你你你你來了 王小洪來了 那人家就是非要幹掉你不行的啊 那是肯定的 所以說這場大戲要開始 包括張宏偉這個孫子 張宏偉的兒子 兒媳婦 張宏偉的家人 可能得出事兒啊 因為張宏偉這個搞定了像陳元啊 是吧 陳元的家人啊 包括現在陳元那幫啊 都被抓以後 都供出來了 那麽現在聽說最近都是帶出了暗中暗 窩中暗 像這幾個大銀行都出來啊 大基金啊 很誇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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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最近他們在英國啊 把戴永閣想辦法弄回去 聽說出了天價 要在二十大以前 要把戴永閣給弄回去啊 這叫做大事兒 最近在澳門在香港抓回了不少人 那無知愚蠢的人多了呢 啊 聽說都是非常幾個大人物 啊 悄悄遣返回香港 結果在香港被逮捕回去了 還有幾個政治局啊 什麽常委的親戚啊 什麽的 什麽的 小舅子 大姨子的 說在香港談談啊 還有的約了在新加坡談 直接都弄回去了 所以說大家記住 千萬不要以為 政治局啊 什麽常委家人的智商情商 就比老百姓高 壹點兒都不高 愚蠢了呢 這就是這個國家的悲哀 結果中國人民還以爲什麽爹親娘親 不如說黨親 世關都比咱聰明底分 那簡直是誤屈 無知至極 他們貪婪 他們兇險 狡詐 虛偽 這是肯定比咱厲害 他的智慧 他的勇敢和正義絕對沒有 最近咱們戰友在國內的是吧 被核查出來以後 各種經驗 就能發現 就是不能提七哥 郭文貴這啥字 簡直是他們不敢提 誰不敢提 一提就嚇死他 內部發文也不能提 啥也不能說 某個戰友說 他這個旁邊辦案主的人 就是說到我的時候 就是那個人 還有那個姓郭的那小子 然後就說那個爆頭 爆料的頭 還有那什麽反黨的頭 就說的是我 就嚇到這種程度 為什麽 這就是看到美國 他們不想讓美國人知道七哥是中國共產黨那麽大的威脅 他不想讓美國和西方世界知道 我們已經爆料革命心中聯邦給他帶來了巨大的威脅 甚至給我們增加在西方的政治分量 戰友們申請政治庇護過得更快 而且不管如何 共產黨內部 無人不知道爆料革命心中聯邦包括及格 但是我們也要看到 戰友們 我們要珍惜我們的名聲 為什麽? 很多人都希望我們 很多人都希望我們成功啊 在這個寧夏 在寧夏某個戰友被抓了 出來之後 出來被關的地方 到旁邊 就是 啥都沒了 是不是 進去的時候啥也沒電了 出來說 走吧 抱著手機 手機也沒電了 出來門口的時候 就走到旁邊說 我這因為啥還在旁邊 你們都知道了 看著說 把我關在這兒了 我手機也沒電了 接你們電話 打電話接一點 他說 你說啥 什麽被抓的 爆料革命 郭文貴 關多少天啊 這哥們說關了兩三週 進屋 洗澡 吃飯 啥別說 我開車送你回家 我開車送你回去 在路上告訴他 我是多少年 27年就跟著幾個 感動壞了這個戰友 感動壞了 然後呢 說了很多很多這樣的故事 這位戰友說 我在這個地方接出去的 看到的 因為爆料革命被抓的 他說最起碼幾十個 最起碼幾十個 所以戰友們 你在內部人你要知道啊 支持爆料革命 支持新中國聯邦 你要安全 不要無謂的被抓 你要學會 要保護自己 要有基本的常識 所有人被抓都是電腦和手機上網出的問題 然後有部分人是九指腰 十腰炎 這個路大腦袋 這個孫子給咱供出去 要不然沒有任何事 沒有任何事 這些人絕大多數 絕大多數戰友都挺得住 都是英雄 展示了中國人的本質 不像共產黨的那種口炮的 戰友們都很挺得住 這也是七哥發自內心的 覺得爆料革命跟戰友們很直 直給你們 所以說七哥越戰越勇 越戰越快樂 所以說都忘掉了給你們錄矯視頻了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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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世界良心發現 對不住臺灣 想著對不住臺灣的時候 想著對不住香港 這幾天簡直是瘋了 共產黨在臺灣絕對是徹底完蛋 美軍 澳軍 日軍 會大量的駐紮在臺海 而且就讓你共產黨開槍 記住我這話 就會讓共產黨開槍 然後隨著共產黨在整個英國 新加坡 澳大利亞等這些國家的 還包括柬埔寨 越南 大量的右捕抓捕 黨內大家都害怕 然後南海不知道哪天就幹了 是吧 分分鐘共產黨就走向墳墓 我們就一個希望 共產黨你死 是必然的 你別帶著那麼多好人 這是我們要努力的 勝利就在眼前 兄弟姐妹們